谁也没想到庇护之地的终极之战会如此惨例 高级圣堂武士和大恶魔都流入了炮灰般的存在 天使和恶魔在这里交锋 整个战场沦为了可怕的血肉末盘 在大天使伊纳瑞斯的代理下 圣堂武士们杀入地狱之门 纠缠数个纪元的宿命将在今日终结 而在他们对面 数字不尽的恶魔发动了冲锋 两股巨大的洪流在此刻碰撞 恶魔大军如潮水般涌来 可拥有钢铁意志的圣堂武士根本无所畏惧 他们全是伊纳瑞斯的狂信者 坚信在圣光的照耀下必将获得胜命 恶魔们被毫不留情地斩杀 可后方依旧有数之不尽的怪物前赴后继的感染 而在上方 大天使伊纳瑞斯已经发现了自己纠缠千年的宿命 最终的时刻即将到来 伊纳瑞斯终于清零战场 堂脑所向 正是自己曾经的爱人恶魔之母莉莉斯 纯洁的语意掀起了血雨腥风 高阶天使也沾染了恶魔的血液 进行的杀战过后 伊纳瑞斯却发现莉莉斯竟然已经离开 仿佛根本不在意终局之战的未来 暴怒的伊纳瑞斯毫不犹豫地追击而去 可她的离去让本就混乱的战场更加疯狂 无数战士接连已落 终于一个可怕的存在加入战场 山岳般大小的恶魔横扫一切 圣唐武士们坚信天赋的力量 可他们不知道自己幸福的天赋已经蓄于癫狂 为了重回高阶天堂的怀抱 他甚至将自己和莉莉斯的儿子亲手斩杀 尖塔之中 伊纳瑞斯毫不犹豫地将长矛刺向了曾经的至爱 莉莉斯甚至没有丝毫地闪避 预言中的救赎并没有降临 伊纳瑞斯永远也不知道 自己的悲剧从一开始就早已注定 早在上个纪元 至高天就发生了巨变 创世之初的五大天使早已分崩离析 勇气大天使英普瑞斯甚至和泰瑞尔发生了激烈的大战 无法忍受天堂教条的正义大天使甘愿坠入凡尘 智慧大天使马赛伊尔堕落成了死神 而在后来 七大魔神合为一体 伊亚波罗宫入至高天 独立难知的勇气大天使差点隐落 虽然魔神最终被奈飞天封印到灵魂时中 可大战之中天地的通道早已被毁坏 伊纳瑞斯的渴望永远传不到天堂 天堂永远都不会再回忆你的归宿是地狱 纯洁的翅膀被莉莉丝纷纷扯下 伊纳瑞斯彻底堕入深渊 绝望的哀嚎让外面的圣堂武士们更加迷茫 信仰的崩塌让他们陷入绝境 士兵们望向场中的黑人圣女 不要忘 保持信念 战斗 战斗